Hello 大家晚上好 好久没有拍这种 类似于这种第一人称的视频了 然后呢 今天就是再来拍一下 顺便记录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边路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也就这个样子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很奇葩 我的工作性质经常就是错开了高分期 比如说早上六七点 你们可能在上班堵在路上 我可能那个时候还在睡觉 或者说是我起来在家里 发呆或者是吃早饭 然后你们在下班堵在路上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还是在家里 但是等你们下班完了以后呢 我才开始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基本上就是都已经错开了 那个高分期和那个上班高分期 和下班高分期 然后呢 我跑的路基本上都很空旷 所以说我这个人呢 开车很差的 就是技术很差 因为跑的路都是车很少的时候 所以一遇到堵车 或者说是比较拥堵的时候 我这个人开车就不行了 就可能就卡在那里 死在那里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对于小路的话 我是非常灵活的 但是这个时候 基本上路上是没有人的 然后呢 你可以慢慢悠悠的开 按照那个规定时数来跑 然后也没什么了 反正大家就看一下 美国这边晚上是什么时候 基本上老美晚上的话 就是灯火通明 你从天上看的话 全部都是这种LED的灯 很亮很亮 然后呢我这个时候 把我的这个内饰灯也关掉 我这个内饰灯顺便说一下 这是LED的 菲利普的 它是不热的 原厂的话 那个是碳死你的 这里也是这样子 很亮 对于经常住在车上的朋友 确实是需要这个 撇堤了哈 然后呢我把这个前车窗 给你们洗干净 这是后车窗 给它洗干净 然后这是前车窗 给它洗干净 这样子你们就是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 然后呢 好多难后 不好意思 走出发 接着呢我先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是开着雾灯的一个情况 怎么看呢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柱子这里是环色的 我把雾灯关掉 这是没有雾灯的一个情况 没有雾灯的话 其实能见度会差很多 因为这个LED本来就是个蜡酒灯 顺便说一下这台车 现在呢就是有雾灯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雾灯呢也是菲利普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开吧 就出发了 我们不要走这边 走这边的话 因为这是有流浪汉在这个超市 那个超市这里睡觉 你就不要去打扰它了 我们走小路吧 因为走那边要等两个红绿灯 走这边就不用了 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晴天啊 能见度很好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地上的环色 就是这个雾灯打出来的 现在这个雾灯是一个静光的一个状态 那我把这个不必要的那个灯关都给它关掉 虾嗲嗲的那么多还没开始动 现在有点累 因为起来太早了 整个眼睛都有点迷迷糊糊的 但是应该算是不影响开车吧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走小路了 我们现在就转到那个大路上面去 现在没车转弯提速 现在这条路是我经常走的一条路 其实蛮顺畅的 晚上根本没有人打扰你 也不用说是去关前顾后 那就是小心点那个探头沙就是了 这里可能要慢一点 因为这种路的话 那边的车速很快 根本看不见你流手 好了 今天这里就不用等红绿灯了 直接可以过 那只要看左右 打个灯直接过 提速了 好了 上来了 安全并向道 后面这个奔驰为什么没有车灯呢 我也是醉了 那就半只眼睛了 跟这种大货车的话 就尽量在这种弯道桌的地方 不要去惹它 它很守规矩的 这种大货车非常守规矩 它不像国内的那个大货车朋友 它会去挤你 它顶多就是可能会在你后面跟着紧一点 那你跑快一点 但是它不会去甩你 因为人家也是那个 他们的工资非常高的 他们一个星期可以拿到一万块 没有必要去跟你斗 你看自动浪开了 没有必要去跟你去计较 人家一天工作那个十个小时 一个月是一万块 所以说它是要求那个安全是最高的 所以说它不会去跟你去那个吵架呀什么之类的 顶多就是可能嘴巴上面说两句 我们也并到幼道去 不要去跟他们去挤 让他们去开心就好了 很多人不喜欢跑这个右道 因为右道的话比较窄一点 我觉得挺好的 要提速了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警察 如果说这么快的速度开下去的话 这多少少还是有点不好的 没有警察 没有警察 我们便到便到这边来 便到这边来 便到斜斜一下 OK 我看后面这个转版的这个车 我看它能跑多快 它不敢抄上来 这前面还是有警察的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送报纸的车 他们要求时效是非常高的 所以就要拼了命的跑 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发车发出去 因为我们一年后 我就会坐下来 你知道吗 这边是什么发生的 你俩的车身 我已经有的车身 rut鞋